你一定听过NAS 但NAS 究竟可以做什么呢 本集邦尼将会带大家一起透过NAS 搭建属于你的云端硬碟以及私人影片库 此外我们也实际透过NAS 备份你手机上的相片 并且将个人电脑整台进行备份 就让邦尼带着大家 一步一步迈进简单且自动化的档案备份吧 NAS 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NAS 是一种能够连上网路的储存设备 就像是可以连网的外接硬碟 拥有弹性扩充的储存空间 并且可以集中管理电脑 手机 随身碟 各种装置的档案 同时只要你有网路 你可以随时随地连回你的NAS取用档案 有了简单的概念后 我们先来设定邦尼这次开箱的Synology DS720 Plus 这是一台具有两个硬碟插槽 而且根据使用需求 最多还可以扩充到7颗硬碟的NAS机种 如果不太懂的朋友也别担心 邦尼会先带大家简单认识NAS的功能 在最后邦尼也会解析NAS的重要规格 以及邦尼的选购建议 设定NAS非常简单 只要插上电源 插上网路线 并且连接到路由器 接着装入硬碟 机台设置就完成啦 再来只要将电脑跟NAS连接上同一个网路 接着在浏览器 触入find.synology.com 系统就会自动找到你的NAS 成功连接后 只要让NAS自己安装Synology的操作系统就完成了 安装完成后 你需要设定一组DSM账户 也就是操作系统的管理员账号密码 接着就是重点啦 你需要设定一组QuickConnect ID 这个QuickConnect ID 可以帮助你透过QuickConnect.to slash 后面是你自定的网址 快速连回你家中的NAS 此外在Synology相关App当中 也是透过这个QuickConnect ID进行连接 完成设定后 你就可以登入操作界面啦 这个操作界面 Synology 称为Disk Station Manager 简称DSM 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等一下会不断提到 进入DSM 后 你首先会看到套件中心 就如同你手机上的App商店一样 只要点下安装 就能拥有你所需要的功能 在主要的功能上 几乎都是免费的 邦尼也整理几个实用的套件给大家 首先是Synology Drive 基本上就是云端硬碟 你可以用你手机的方式上传 下载或是管理你的档案 重点是你也可以透过建立连结 将档案分享给家人或是朋友 就跟大家熟悉的云端硬碟没有太大差异 同样的 Drive 也有提供双平台的手机App 可以随时查看你NAS上的资料 在电脑板上也有用户端 可以同步跟备份你电脑上的档案 接着是Video Station 简单来说 它就像私人的影片库 你可以将你所有的影片 整理在NAS当中进行播放 比较特别的是 Video Station 会自动抓取影片资料 并且整理成非常漂亮的片单界面 邦尼也随意以一个MP4 档案示范 只要你将影片的名称 命名为某一部电影 系统就会自动抓取电影的详细资料以及海报 在使用上除了电脑可以看 在手机跟电视上 都可以透过DS Video 这个App 进行串流 在电视上目前支援的平台 包括三星电视 Android TV Apple TV 等等 此外在常用的App 当中 还有可以透过NAS 自动下载BT 内容的 Download Station 或是监控套件 Surveillance Station 里面的 LiveCam App 可以将闲置在家的旧手机 一秒变成家用监视器等等 接着我们来说今天的重点 备份 备份档案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并不是备份这件事本身困难 而是你永远会因为觉得麻烦 忘记备份 或是各式各样的原因产生失误 总是需要的时候才发现 档案居然找不到 所以如果有一个自动备份方案 能够简单的把整台电脑的资料 或是手机里的相片都备份下来 那该有多好呢 没错 Synology 的 NAS 就可以做到喔 在开始之前我们透过 DSM 安装 Moments 以及 Active Backup for Business 两个套件 首先是手机照片的备份 不论你是 iOS 还是 Android 平台 你都能下载 Moments 这个 App 登录后启用相片备份 建议选择备份所有相片 然后点击完成 就可以将所有的照片都备份到 NAS 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Moments 跟所有软体一样 无法在 iOS 以及部分 Android 装置上进行背景上传 所以建议大家定时打开 Moments 进行相片备份 其实就是打开放着进行备份就好 而你上传完成的照片跟影片 都会是原始尺寸不会被压缩 当你把手机照片上传后 除了一般的时间轴检视之外 Moments 也可以透过 AI 自动辨识相片 依照人物 主题 地点 自动进行分类 当然如果你跟邦尼一样有多支手机 或是未来换手机时 你所有的相片也会统整在一起 最后补充一下 Synology 的 NAS 主要的各种服务 都能在电脑和手机上跨平台使用 像是 Drive Video Station 和 Moments 在手机上就能对应到 Drive DS Video Moments 电脑备份部分 邦尼想特别介绍 Active Backup for Business 这个套件 原本这是一个设计的企业 集中管理各种备份任务的套件 让备份可以在灾难发生时 快速将档案还原 但因为这个企业级的服务完全免费 所以个人用户也非常推荐使用 首先你需要在 DSM 打开 Active Backup for Business 接着连接你的 Synology 账户 完成后点选电脑 新增装置 并且安装 Active Backup for Business Agent 到你要整机备份的电脑当中 安装完成后 输入伺服器 IP 可以在 DSM 网址列找到 输入 DSM 账号以及密码 接着就设定完成啦 设定完成后 你的 NAS 就会自动把整台电脑进行备份 你也可以自定要备份的范围 并且可以设定备份的触发方式 或是固定时间备份 在备份完成后 系统也会自动排除重复的档案 让空间更有效地被利用 对于懒人备份 常常不小心档案不见 或是忘记什么时候误删的朋友 算是一道可靠的防线 当然 秉持着邦尼Look 系列的传统 邦尼还是必须提一下选购上的建议 这边邦尼会以个人以及家庭使用的资料备份 作为前提进行解析 首先在选购 NAS 机型上 第一步可以从选择硬碟插槽数量开始 常见的机型 包括针对个人所推出的1-bay 2-bay 机器 或是针对家庭和小型工作室 所推出的4-bay 机种 这边的bay 就是你可以插入硬碟的插槽数量 而邦尼会推荐 以备份作为前提的 NAS 用户 至少选择2-bay 以上的机型 原因是硬碟在 RAID 1 的组合之下 你的资料会同时在两颗硬碟中做镜像备份 也就是说 即使有一颗硬碟坏掉 你的资料还是会完好的被保存 选择完插槽数量后 第二步就是选择 NAS 的效能定位 这也是影响体验最重要的元素 效能跟采用的处理器 将会大大影响你的使用体验跟稳定性 以Synology 家来说 有针对文书及档案储存推出的 J 系列机种 针对影音串流推出的 Value 机种 以及效能更好的 PLUS 系列 不过以邦尼的选择建议来说 推荐还是以 PLUS 的 Intel 系列机种为主 有好的效能跟体验 你才能爱上 NAS 目前Synology 新一代的 PLUS 机种 分别有 2-Bay 的 DS220+, DS720+, 以及 4-Bay 的 DS420+, DS920+, 以邦尼过往的使用经验来说 还是会建议依照需要的插槽数量 选择具有扩充性的机种 例如 DS720+, 可以扩充到 7 颗硬碟 或 DS920+, 可以扩充到 9 颗硬碟 最后还是再说一次 性能是影响 NAS 使用体验的重要因素 所以邦尼就不再多说 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啰 最后就是选择硬碟 选购上还是首选 NAS 专用碟 更能应付 NAS 长时间运作的使用情境 选购前可以参考 Synology 官网上的硬碟相容性列表 选用官方经过测试的硬碟 还记得帮您稍早提到的 RAID 1 吗 简单来说 你现在有两颗硬碟 当你把一个档案备份到硬碟1 的时候 系统会自动将硬碟1 里面的这个档案 进向到硬碟2 当中 所以当你有任何一颗硬碟坏掉的时候 系统就会立刻让另一颗正常的硬碟接手运作 同时资料也会安全储存在正常运作的硬碟当中 让你持续存取 想达成 RAID 1 你需要至少有两颗硬碟来组成 假设你的两颗硬碟都是 2TB 注意啰 在 RAID 1 之下 并不是 2 加 2TB 等于 4TB 的存在 为了让档案能够储存在两个硬碟当中 能够使用的空间就只有 2TB 原因是另外 2TB 的空间被拿去做资料保护了 不过其实更简单的方式是 直接到 Synology 的 RAID 计算器 填写你的配置及需求 就可以快速计算可以使用的空间 以及音体组成的方式 所以选购硬碟前 记得把 RAID 1 进向备份所需的容量也计算进去哦 好帮您的选购建议就先说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特别的需求或是问题 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咯 整体来说 从邦尼迈向创作的第一天开始 Synology 的 NAS 就已经在背后默默撑起邦尼团队的档案管理 邦尼每期动辄 1,200GB 的全 4K 影片素材 都是靠着 NAS 进行储存及管理 不过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 Synology 的 NAS 除了能够负担档案储存及管理的基本需求外 在各项以私有服务为主的套件也相当完整 不论是 Drive 或是 Moments 这些套件除了在多平台都能使用 也都有一个最大的重点 就是容易使用 从你开始设定 Synology 应该就能感受到 Synology 在易用性上下了不少功夫 而在技术规格上 邦尼手上的 DS720 Plus 搭载 Intel Celeron J4125 采用 Gemini Lake 架构 在降低功耗的同时 跟上一代 DS718 Plus 相比 有 15% 的性能提升 搭配 DDR4 2GB 最大可以扩充到 6GB 顺带一提 在记忆体配置上 今年 Plus 全系列都是 DDR4 此外 DS720 Plus 也拥有独立两个 M.2 NVMe 的 SSD 插槽 在不占用插槽空间的前提下 同时支援 Synology SSD 读写快取 在空间利用上也更弹心一些 当然如果你还有更多关于 NAS 的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啦 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 别忘了右上角对 Synology DS720 Plus 进行投票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 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 并且打开小铃铛 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 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d 找到我们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别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